眼前的男人是个偷窥狂 经常偷看邻居换衣服 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 窗帘就会被拉上 如今的他成了隐形人 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 没过多久 邻居的房门就被他敲响 正在洗澡的美女穿上衣服 透过冒眼查看 外面却空无一人 还以为是谁在恶作剧 可就当他往回走时 房门又被敲响 他一脸疑惑地打开门 外面依旧没有任何声音 他不知道的是 一个隐形人正乘机闯进了他的家中 他拿起梳子梳头 可眼前的镜子突然上瘾 受到惊吓的他起声望向四周 但下一秒 就被隐形人暗倒在床 任凭他激烈挣扎也无济于事 这个偷窥狂名叫肖恩 是一个天才科学家 他得到军方的支持 最近正在研究一种 能够使生物隐形的药水 通过实验 他们已经能够使动物成功隐形 只要戴上热成像器 就能看到隐形的星星 但是最近他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何没有后遗症的 将星星显现出来 好在凭借他傲人的天赋 还是研制出了显形药剂 于是他召集团队开始实验 床上躺着的是一只隐形的星星 他们拿出绷带绑在他的手上 将红色药剂 直接注入到星星体内 很快药剂顺着血管流向他的心脏 最后流向身体四周 各项指标数值正常 大星星成功显形 同事们为此欢呼庆祝 但是在报告会上 肖恩却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因为实验一旦成功 军方就会接管这个项目 虽然他嘴上说着是为了 带领团队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心里是有四星的 因为他想将药剂 运用在活人身上 而实验对象就是他自己 不知情的团队成员很快被他说服 第二天 他躺在床上 亲自给自己注射药剂 没过多久 他开始激烈挣扎 紧接着 他的胸口开始慢慢透明 身体逐渐变成一副骨架 最后消失在了床上 实验取得圆满成功 他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影星员 为了更好的观察药性 实验时间设置为三天 所以在这三天里 萧恩必须寸步不离地待在实验室 晚上 女同事留在实验室之班 他确认萧恩没有异常后 躺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没过多久 大门就被打开 笼子里的动物们很快察觉到了异常 这个女人睡得正香 可胸前的扭扣却被一颗颗解开 他猛地惊醒 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 于是他看向监控器 发现萧恩刚回到床上 他确信一切都是萧恩干的 第二天 他将这件事告诉同事 但萧恩恃口否认 解释自己只是去和喝了杯咖啡 事情不了了之 这也使得没有约束的萧恩 越来越肆无忌惮 同事黑妹上厕所 总感觉身后有人 诡异的是 一旁的坐便器居然自动冲水 受到惊吓的他连忙带上热感器 但却发现并没有异常 前女友正在做实验 可桌上的可乐却自动移了位置 身上的肩带还被人拉下 他知道是萧恩 为了不激怒对方 只好转身离开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他们拿出显形药剂 注入萧恩的胳膊 药剂顺着血管 很快流向萧恩的心脏 就在大家以为 是实验马上就要成功时 意外却发生了 萧恩的心跳开始加快 身体不受控制地翻过 随后慢慢消失在了床上 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 为了更好地观察萧恩 他们给他做了头部倒膜 再用剪刀剪出眼睛和嘴巴 就这样 他拥有了一副人脸 但为了安全着想 团队成员经过十几天的实验 一直无法使人体显形成功 长期吃药加上不能离开实验室 使萧恩变得暴躁一怒 直到这天晚上 他终于忍不住了 不顾同事小胖的阻碍 直接离开了实验室 开上爱车的他 逐渐放飞自我 再等红绿灯的见性 两个小鬼对着他的头套指指点点 他直接摘下墨镜 将小鬼吓得半死 回到家的他 直接来到了窗前 又看到了正在换衣服的邻居 正看到新起初 对方直接拉上窗帘 可这怎么能难倒如今是隐形人的他 他直接脱下手套 敲响了邻居家的房门 带对方开门后 乘机溜了进去 随后将邻居一把暗倒在床上 一时间 屋子里只剩下女人的尖叫声 没过多久 透过邻居家的窗户 他发现了正在寻找他的同事 于是他连忙洗了把脸 亲眼看着同事离开后 收拾东西回到实验室 刚回去 黑妹就拿枪指着他 他解释自己只是回家收拾衣服 但众人明显不相信他 这也使得他脾气越发暴躁 此时实验室的狗狂吠不止 他更加心烦 最后更是直接将狗拖拽出来 活活摔死在笼中 第二天 同事发现狗死了 通过查看录像 确认正是他干的 眼看他越来也越不受控制 众人决定将事情告诉上司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透明的萧恩正坐一旁的椅子上 听到了这一切 他们一行人来到上司家中 为了防止萧恩进入 还特意用桌子降门挡住 但是萧恩却把目光 放在了一旁的泳池上 等同事离开后 上司决定召集军方高层开会 但却发现电话线已经被剪断 烦躁的他走到泳池边抽烟 可他却不知道 等待他的将会是死亡 四周明明空无意 老头却被推下水中 他拼命挣扎 却还是溺死在泳池 原来 杀害他的是一个透明人 另一边 同事们刚回到实验室 就收到了上司的死讯 意识到事情越发不可控制 他们赶紧拨打电话报警 但是电话却听不见声音 就连想要出门 也发现密码已经被更改 一时间 团队成员都被困在了实验室 他们赶忙前往萧恩房间 却只在床上发现他留下的头套 而落单的黑妹刚戴上热成像器 就被突然出现的萧恩勒住脖子 等同事打开柜子 看到的就是他的尸体 一时间人心惶惶 他们打开一栋侦探器 找到了萧恩的位置 大壮和小胖带着武器前去将他抓捕 但由于太紧张 大壮错将散热的钢管当成他 开枪后才发现不适 等他回头时 小胖已经被吊在了钢管上 而另一边 女同事带着血浆想要出去救人 但门却突然被关上 他将血浆一带带倒在地上 想要通过脚印发现萧恩的踪迹 却还是被萧恩从身后偷袭 更是直接扭断了脖子 而前女友和大壮则被他关在了冷藏室 处理好一切的他穿上衣服 在实验室安装好了炸弹 准备摧毁全部实验顺存 然而他却低估了 出于危难之中女人的爆发力 被困的前女友通过所学之时 制作出一个巨型戏盘装置 成功将门打开 紧接着他带着燃烧瓶 追上了正要离开的萧恩 只见他一把抵住电梯口 将火焰对准萧恩 很快他的衣服就化为灰烬 人也因此消失不见 为了将对方找出 他直接将燃烧瓶里紧剩的气体 对准管道上方的水阀 水流喷洒而出 萧恩的身形也在水中显现 还没等他看清 就被对方直接一脚死死踩在了地上 好在危机关头 大壮及时赶到 拿起铁棍将萧恩敲晕在地 但是他们显然不知道捕刀的重要性 等两人结伴离开时 萧恩一把捡起地上掉落的铁棍 想要攻击他们 却不料击中变压器 直接被电倒在地 而与此同时 萧恩之前设置的炸弹 也进入倒计时 两人赶在炸弹爆破前 离开了实验室 而隐形员萧恩 则被永远地留在了火海之中 影片也就此完结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们能够隐形 最想做的会是什么